哪一个星座超会记仇 争斗起来特别心狠手辣呢 快来听听星座专家 埃菲尔老师怎么说 请参考太阳 月亮 上升星座 第三名 摩羯座 摩羯喜欢以严厉的命令或苛求方式 要求同事达成目标 对于摩羯来说 效率 业绩和成果至关重要 如果他的同事 特别是自己的下属 没有达到标准 摩羯座会以最严厉的手段 或使其改善 甚至减少薪资或奖励 如果你的上司是摩羯座的话 你自己的皮要绷紧一点啊 因为他绝对会是 争斗起来特别心狠手辣 不留情命的主管 第二名 双子座 大家都知道 双子座能言善道 以口才擅长而闻名 当他与家人争执时 双子座通常不需动手 仅凭着精湛的口才 便能使对方感到害怕 所以他们在激烈争斗时 双子座往往能够轻而易举的 令对方无法轻易取胜 这个第一名的星座 他对情缘记恨并喜欢翻旧账 他们拥有极强的记仇能力 因此与他们争辩或吵架 是不明智的 以免引起他们重新翻旗过去的就是 包括各种微小的细节 金钱 感情问题等 这个超会记仇的星座 就是天蝎座 身边有家人 同事 情人上榜吗 小编建议 千万没事 别招惹他们啊 我们下次再见咯